1945年11月12日凌晨五点 威山湖东面的百山上 山东军区第八师23团 一营二连机枪班长陈金和 在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 爆起仅剩的一个快速手雷 冲向敌军的碉堡 六个小时前 百山战斗打响 解放军战士趁着夜色 迅速攻下百山前后的据点 歼灭了大部分国民党守军 只剩七十多个残体 归缩在山头东北角一个三层碉堡里 封锁着解放军前进的道路 企图雇守待援 此时 敌人的增援部队即将到来 如果不立即炸掉这个碉堡 一营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战士们个个紧盯着 飞步前进的陈金和 只等手雷一响 立即发起冲锋 陈金和 1921年出生于山东腾县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他五岁起 就给地主放牛干杂活 当了十多年故宫 受尽了地主的压迫 1939年 中共山东党组织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 给穷苦百姓的生活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0年 陈金和 毅然参加了八路军 194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 他作战勇敢 不怕牺牲 每次战斗都主动承担最困难的任务 多次立下战功 受到上级的表彰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后 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 不断派军队北上 沿金浦铁路 进犯山东解放区 1945年10月 国民党97军一部 进至微山湖 用一个营的兵力 占领了制高点百山 企图恶守山东的南大门 面对国民党军的挑衅 山东军区前线指挥部 果断命令部队自卫反击 陈金河所在的伊营 承担了歼灭敌人 百山据点的战斗任务 战斗从11月11日夜 一直达到12日凌晨 面对九宫不下的敌人碉堡 陈金河主动承担爆破任务 他冒着枪林弹 在碉堡下安置好快速手雷 并把连接隐信的绳子 接回阵地 然而绳子却被敌人猛烈的炮火 炸断了 这时 敌人的增援部队 已经打到百山脚下 碉堡里的敌人气焰更加嚣张 几枪不停地疯狂扫射 团指挥部发来紧急命令 十分钟内不能攻占百山 立即撤出战斗 此时的陈金河 只觉得浑身的热血往上涌 他再次向连长请站 没等连长回答 也没等火力掩护 就纵身跳出战壕 飞奔到碉堡下 他找到了自己安放的手雷 由于时间紧迫 他决定不系绳子 直接抱起手雷 用肩膀把他死死地抵在 碉堡门楼上 右手将导火索使劲一拉 随着一声巨响 山顶上闪出一片冲天的火光 碉堡被炸毁 但陈金河却光荣牺牲 战士们冲进碉堡 全监敌人 陈金河 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百山战斗的胜利 陈金河牺牲时 年仅24岁 华东军区领导机关追认他为战斗英雄和金浦前线的第一名爆破英雄 陈毅司令员在全军的干部大会上宣布 陈金河统治是实际战争的领导者 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的英雄 并命名陈金河为班长的机枪班为陈金河班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陈金河所在的班被命名为陈金河班 当地人民政府把百山改为金河山 每年清明节 鲁南广大军民都到陈金河墓前祭奠 纪念这位舍身炸雕堡的爆破英雄 剛才通过的酒吧 幸福 精准 铁 参际 运 脚